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在时尚圈工作我一直非常的高兴 那也是我从小就喜欢的事情以及我的志愿 可是后来因为人生中的某一个转折 突发事件也就是我的离爱这件事情 让我不得不中断当时我正在希望再更积极发展出的工作职业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是人生中的大事 那也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 在生病之后治疗完成之后 那因缘际会之下我又回到了我喜欢的时尚界工作 但是现在身份不一样 现在是一个自媒体 也就是KOL以及Inference 我就是借由我自己在时尚界工作的多年经验 以及我本身对于时尚的专业观点 还有我自己本身的想法 然后在我个人的粉丝业跟粉丝分享 我所有的跟时尚有关的东西啦 还有我的生活啦 以及我对于事件中的一些看法 这本书创作的理由是什么呢 其实我本来是不喜欢让大家知道我生病这件事情的 因为我一直都非常的爱漂亮 然后我也很爱面子 然后我也很怕尴尬 所以我很不希望让大家知道 我是生了这样比较算比较严重一点的病 然后每个人见到我的时候是遗憾的怜悯的 或者是只能够希望我身体健康啦 然后希望我能够养生啦等等 我还是希望能够过着像以前一样的生活 跟大家聊我喜欢的话题 聊时尚的东西 我跟朋友们可以一起去吃吃饭 喝喝小酒 然后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这样子 那所以我离癌之后大概隔了四年吧 我才真的告诉所有认识我的人 以及我的甜甜圈粉丝们 粉丝们我请称呼他们为甜甜圈 然后告诉他们我所生的是什么样的病 然后稍微透露了一些生病过程中 我的心情以及一些重点的重点的就是描述 让大家大概知道一下这件事 但是从来没有真的自己重复的去 每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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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节去重复的想 然后去把它memory record出来 然后把它写下来 我不能讲太多 要不然你们就不用看书了嘛 对不对 那看了书以后你会发现这本书 有一半是在讲我生病的细节跟过程 还有我治疗的一些事情 以及中间我怎么样去生活的 我怎么样去面对的这些事情 另外一半也写了就是我这个人 包括我这个人以前的故事啦 我的恋爱观啦 还有我各种各样的事情 看了这本书你同时 可以了解我的一些人生的观点以及感想 还有我怎么样在生病 从生病到治疗到转移到再治疗 然后后来又经历了些什么事情 以及现在我搬到美国去这样子 如果你看了书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爱漂亮这件事情 在我的人生中扮演了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一切的解答都在书里 希望大家能够去买书 然后跟我分享你们看完的心得